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玫瑰医疗美容医院提醒您收看 陶醉上海 那么去哪里才比较好呢 我个人认为喝茶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的陶醉上海将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护上十大饮茶好去处 护上特色饮茶好去处第十名老上海茶馆 如此的闲情 如此的雅致 也只有在老上海的茶馆中才能找到 没错 赵琳现在来到的呢 就是一家非常具有老上海风格的茶馆 在这里小坐一会儿感受一下怀旧的氛围 能让赵琳如此沉醉其中的茶馆 便是位于上海老街的老上海茶馆 老街上茶馆伶俐 这家如此不同的原因 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家茶馆 更是一家博物馆 这里陈列了很多老板多年珍藏的老上海古董 老上海三四十年代的唱片 明星照片 老式缝练鸡 各种古董让你目不暇接 当然 茶馆里必不可少的还是这各式各样的中国茶 普尔 铁观音 龙井 碧罗春 应有尽有 老上海茶馆里最有特色的 并是这一道名叫上海靓女的花茶 看这花茶泡开的身形 像不像一个婀娜多姿的上海女子呢 老上海茶馆 时尚指数一颗星 特色指数三颗星 综合评定两颗星 沐上特色饮茶好去处第九名 烟雨江南茶艺酒吧 被青山绿水所环抱的烟雨江南茶艺酒吧 坐落于曲阳公园的湖畔边 一进入烟雨江南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中国红 江南风情尽现 约上三五之计 坐在灵湖的靠窗位置 切上一壶好茶 就可以镜像一下午的美好时光了 烟雨江南茶艺酒吧 时尚指数两颗星 特色指数两颗星 综合评定两颗星 沐上特色饮茶好去处 第八名 古董花园 昏暗的灯光 古旧的家具 位于斯南路上的古董花园 便是一家闹钟取静 海派复古的咖啡馆 走进咖啡馆内 满眼都是精致的古董家具 恍若闯入了昔日某位 海上名流的府邸 穿过昏暗的古董大厅 便是一座敞亮 而又静意的花园 身处其中 尽可以让你感受到复古 怀旧的氛围 随处摆放了旧桌椅 都能让你坐上一会儿 今天可不是来喝咖啡的 而是特地来喝茶的 像我刚才喝的这杯茶 就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闻上去 有一股淡淡的酒香 其实它就是来自英国 极富盛名的苏克兰威士忌茶 喝多了有可能会醉哦 在日本啊 有一种非常风靡的茶 叫做玄米茶 它是用刚炒好的麦粒 加上抹茶或者是绿茶 拼搭而成的 这种茶不仅可以养护脾胃 而且据说 还有一劲减肥的功效哦 那现在我手上的这杯呢 就是抹茶玄米茶了 嗯 有一丝淡淡的米香 还有一丝绿茶的芳香 非常的好喝 在这个静敏的花园里 喝上一杯这里特制的古董花园茶 真的可以让你的心情和味蕾 得到一种双重的享受 这杯茶的口感呢 非常的独特 带着一丝丝的甜味 闻上去呢 又是有淡淡的花香 非常适合女生喝 伴随着鸟与花香 享受一个相当惬意的下午 这种感觉真的是相当不错 那其实呢 是早在1800多年前的两镜时期啊 就已经出现了茶馆 而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饮茶的场所的一个称谓 可以说是有所不同 比如说呢 在长江流域 我们则喜欢把它叫做茶馆 在两广地区 则更习惯把它们称作为茶楼 而在北方的津津地区 人们喜欢把它们称作为茶坪 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茶室茶坊茶屋等等等等 那么在了解完了 许多和茶馆有关的信息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护上十大饮茶好去处 究竟还有哪些呢 护上特色饮茶好去处 第七名 Afternoon Tea 今天赵玲带大家在新天地 找到了一家非常可爱 也特别适合女生来的店 它就是Afternoon Tea 新天地里的Afternoon Tea 是一家在日本非常风靡的 喝下午茶的店 清新淡雅的环境 一到下午就迎来了不少的顾客 品尝完美味的下午茶 不妨在门口挑选一件 这里的时尚饰品和生活用品 这些漂亮的茶杯和包装精美的茶叶 都是从日本带过来的哦 Afternoon Tea 时尚指数三颗星 特色指数三颗星 综合评定三颗星 护上十大饮茶好去处 第六名古典玫瑰园 为于陆家嘴正大广场的古典玫瑰园 是一间维多利亚式风格的 英式下午茶专门店 走进古典玫瑰园的一刹那 英式皇家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这里最受欢迎的便是正宗的英式下午茶 上下三层的英式小点 配上一壶淡雅的伯爵红茶 令人心旷神怡 当然这里还有最全最丰富的英国茶具和茶叶 各式各样的瓷器餐具 上等精致的各类英式茶 精选最优质的英国茶叶 无不体现出英伦的浪漫气息 古典玫瑰园 十项指数四颗星 特色指数三颗星 综合评定三星半 日本最大的抹茶餐饮连锁店 已经落户上海 喝茶点 一家法国人开的茶馆 众所周知 法国人爱喝咖啡 可是一个爱泡茶 爱喝茶的法国人可并不多见 尤其在上海还进了一家茶馆 那是不是就更稀奇了呢 茶馆布置的细节充满了中国的味道 也融合了法国浪漫的情调 当然来这里 一不仅仅是为了看一幅中世纪的巴黎地图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喝到纯正的老板 从巴黎带来的法式花草茶 这种茶闻起来有一股浓郁的花香味 非常好喝 除此之外 店里还经营 代表将来的巧克力 这会是法国最古老 最著名的皇家御用巧克力哦 盒茶店 时尚指数三千万 特色指数四颗星 综合评定四颗星 富山特色饮茶好去处 第四名七叶盒茶 盒林现在呢 非常的激动 因为日本最大的抹茶餐饮连锁店 已经落户上海了 而且呢 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哦 看我手上刚才正在制作这个呢 就是这里的招牌抹茶哦 七叶盒茶 位于徐家会商圈 最具人气的美罗城地下一层 这可是日本最大的抹茶餐饮连锁店哦 因为健康潮炉的精英理念 它也不久 就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顾客 抹茶是一种经过石膜碾碎而成的茶叶 浓厚醇香的味道 被称为日本的浓缩茶 还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即为营养和健康 这是我们这边的人气产品 冰分水果抹茶继续冰 它里面有抹茶冰淇淋 还有当即的新鲜球果 这是芒果 然后就是红豆沙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一些就是脆脆的玉米片 哦 玉米片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上面的话有爽滑的奶油 日本人有习惯的习惯 喝茶的时候是连茶 连汤一块都可以喝下去的 哦 是抹茶颜色很细的细度 然后可以加上开水一起吃 我刚喝了一口 我觉得这个 我有咬到这个奶油加上抹茶 我觉得它的口感还是蛮清淡的 就是感觉不会特别的甜蜜 这里还有品种丰富的 以抹茶为原料的各种冰饮 以及添加豆乳和五穀的健康套餐 在刚才榜单当中的几家茶馆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茶叶 以及当地的一些饮茶文化 那星期待这边呢 也是找到了一些和茶叶有关的故事 想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比如说在阿根廷 人们非常喜欢喝马带茶 那么在喝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那个有滤网的银制吸管 而另一方面呢 摩洛哥人在喝日茶的时候呢 喜欢放入那些新鲜的薄荷叶 除此之外 我们的邻邦印度也是一个 非常喜欢喝茶的民族 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上 你随处可见那些端着茶拖卖茶的商败 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一句啊 茶作为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饮品 其衍生出来的茶文化 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各地人们的一个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说到泡茶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浸一壶热腾腾的开水 但是今天在甜字房里啊 赵玲带大家找到了一种 与众不同的泡茶方式 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茶米家 这个开在甜字房里的一家店 也是一个时尚饮茶的地方 简约而时尚的布置 创意而又精美的茶具 品种多样的茶叶 还有精选的香水大米 处处都体现了好茶好米 好生活的建议里面 你们好 我看这家店的装潢非常的简约漂亮 那我之前听说这里有非常特别的茶是吗 是的 我们用特级的茶也准备了我们的冷泡茶 经过冷泡了以后呢 口味会非常的温顺 然后而且非常的淡雅 你可以喝喝看 谢谢 谢谢 还冰冰的很好喝哦 嗯 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清纯觉得 冷泡茶便是用冷水来冲泡茶叶 它颠覆了传统的泡茶方式 而且色香味俱全 这里店员随时都会泡上一杯茶给客人 泡茶的理念也追求简约 讲究时间的精准 有空来甜字坊 不妨来这里坐坐 喝上一杯茶 小气一会儿吧 茶米家 时尚指数四颗星 特色指数四星半 综合评定四星半 沐上特色饮茶好去处 第二名 宋芳茶馆 永家路227号 一座老式的小洋楼便是宋芳茶馆 走进店内 你会被这一个个蓝色铁罐所吸引 它里面不仅装着四十道精选纯正的中国茶 还有二十款风情浪漫的法国茶 没错 这里就是宋芳茶馆 在这儿还有一位爱穿唐装的法国老板 我叫宋芳 这个是这个宋芳的名字很像一个农民的名字 它也从农村来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宋芳茶馆身处静密的老上海法租界小巷 三十年大的小洋房里装满了老上海的韵味 这印有淳朴农民形象的瓷壶 和上百只老上海熟悉的饼干厅 可都是老板的挚爱收藏 来到茶馆二楼 天花板上的鸟笼 东北味道的印花红布 小木桌和黄藤椅 仿佛带你回到传统的中式茶馆 我们的楼根用这个类型 这个是很特别的岸 这个是很甜的岸 很快乐的岸 这个类型是很像水的岸 这个是茶叶也要水 你们欢迎来到宋方 你们可以来看不同的 一些法律和英文 和一些法律的法律 我希望下期再见 再见 很早就听说在复兴西路上 有这样的一家店 它被许多网友们戏称为 都市中的世外桃源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颇有一种 彩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感觉呢 那么这家店究竟是怎么样 它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又会如何呢 让我们赶紧跟随着摄像机镜头来看一下吧 五星西路上有一家非常特别的店 叫做城市山明 这是一家别具特色的服装店 琳琅板屋的衣服简约而又时尚 极具民族风味 可是新衣 这跟喝茶有什么关系呢 看到新衣变身完毕之后呢 我现在穿的就是他们这里的特色服装 那么我穿上这样的一身衣服是为了做什么呢 就是要为了体验这里的另外一大特色 就是他们的茶艺课程 原来城市山明有一个花园 是专门用来喝茶品茶的 这竹席木桌布置的庭院 只有一种室外桃源的感觉 原来品茶也可以享受回归自然的感觉 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后花园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边的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茶道文化 郭亚山台湾茶艺师 城市山明常驻授课老师 看到这么多不同汤色的茶叶 你知道如何鉴别它的好坏吗 那我们通常判断茶叶的状态 也要看它泡完以后 比如说断裂多不多啊 是不是手摘的啊 完不完整啊 这个都可以看得出 嗯 必须要看 看了你才能断定它好不好 这里还有一些非常具有设计感的小物 淘气和茶具 以及包装精美的茶叶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上一次特别的茶艺课 不仅可以让你收获到品茶的知识 更可以让你的整个心情放松下来 在和大家的交流中 在细品一杯好茶的过程中 远离都市的喧嚣 领略一种修身养性 返璞归珍的生活方式 这便是城市山明 在年年夏日带来的一丝良意的茶会 城市山明 时尚指数五颗星 特色指数五颗星 综合评定五颗星 看完了今天陶醉上海 我发现喝茶它真的是一种 既健康又时尚的生活方式 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喝完茶之后 一定要保持一份和绿茶一样的 新鲜好心情 当然如果你也想和我们 一起来喝茶聊天的话 你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起来 嘎嘎西部 那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所有信息 各位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酷嘎嘎网站来进行查询 好了 陶醉上海绑定生活 我是星一 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不见不敞 כשיוbus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